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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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大家为了保暖也是各出七招啊 佩服佩服 可是我却发现对抗寒冷已经够辛苦了 大家居然还不怎么吃饭 刚才大家都放饭了吗 你自己为什么没有吃啊 其实挺饿的 但是没吃是因为嘴上做了特效 所以就想着我们几个就不吃了 没有办法去进食 一进食这个东西破坏掉 还要重新弄 一弄大概有半个小时 我希望大家在现场躲这么久 喝连口水准备一下 然后肚子装 工作人员成员饭 我们就开始了 这段时间的饭量没有变了 这么大一点 还好 因为要控制饮食 吃多了会胖 因为毕竟你是军人吧 军人应该有军人的形象 不会像学校那样就是胖胖的 角色有变化是最好的 演员们可真是不容易啊 减肥真是时时刻刻都要牢记的事情 这不我在拍摄现场 还看到咱们的星序小哥在健身呢 现场休息的情况下 一般就是做一些有氧运动 这位做完一份基本上就是把周围办理出车了 星序小哥的健身方法 真的是好复杂好累 一般人怕是坚持不下来 我什么时候可以 你还没有 意外于 你这是粘质的 我在一般你 这边第一份了 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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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了 酷 哥哥 我撤到我们 看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一次剪这么短的头发 头皮会凉 每天帽子不摘 因为冷 或者是准备一些这种 雷风帽一样的那样的帽子 酷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起外号 但是我们会叫一些戏里的名字 因为导演会给我们起 比如说我叫欧阳俊 角色的名字 所以我就叫俊俊 俊俊 称辉哥呢 就是一子梦 叫梦梦 很萌的名字 然后林安邦的就是博儿哥 就是邦邦 这唯独风歌没有 风歌我们还叫风歌 大家全组都这么叫 蝶子叫法可真有爱啊 剧组就像大家庭一样温暖 我就不担心我们可爱的演员们冷不冷了 咱们约着看电视剧吧 来了个白